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久没有吹到自然心了 任先生 你的提供已经发送到你邮箱了 里面有入职须知 行政已经帮你预定了七天后的机票 期待与你见面哦 上班以来除了过年 好久没有放过这么长的假 做点什么好了 何必须说 最好 我再说 来 我们下班之后 我们下班之后 去下班之后 我们下班之后 就好了 五号人 我认为了 我们下班之后 我要处理队 段时间 跟勇 logos 小学生 没想识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会不来的吧 是她吧 轩轩 这里 大家都出来见面了 以后就是朋友了 好呀 轩轩 你看起来年纪好小啊 什么叫看起来 人家才二十岁 本来就很小嘛 你看起来更年轻呢 你倒是和我想象中一样 看起来很靠谱的样子 没想到你人还挺帅的呢 哦 对了 谢谢你之前送了我那么多礼物 这次见面我也给你带了礼物 打开看看 喜欢吗 香水啊 嗯 啊 谢谢 她不会以为我是个变态吧 我来帮你打开试试 我还没用过香水呢 啊 是吗 那这可是你第一瓶 我帮你试一试 好啊 嗯 确实很好闻 你品味真不错 很会挑礼物 这你可说对了 大家都说我很会挑东西 嗯 我一直很喜欢这片香水 没有合适的机会买 今天正好可以送给你 嗯 你平时在线时间那么长 应该很少有时间出来吧 是啊 我和我的朋友们 都是黑白颠倒的时差 嗯 你不是放假吗 干脆我们以后经常出来吧 难道她是在暗示 啊 我平时工作也忙 很少有机会出来玩 也是 我看你来看我直播的时候 都很晚了 对啊 下班太晚了 嗯 好辛苦 哎 是啊 有时候下班的时候你都下播了 不如你多给我发发你的小视频吧 嗯 我账号上不是有吗 那些都看过很多遍了 嗯 要看这么多啊 你没事吧 嗯 她是不是误会什么 啊 我是说分享分享生活那种 想多了解了解你吗 哦 对了 说到直播 你好几天没来了吧 嗯 是不是因为都要见面了 所以不想我了 怎么会呢 这不是这几天刚回家 亲朋好友走动多吗 那你什么时候方便呀 我可以改到你方便的时候直播呀 嗯 最近更新了什么吗 嗯 你还不知道吧 我也是在别人的直播间看到的 你看 出了好多心理无心表情 多逗呀 你看这个 我去 任性啊 你看哪儿了 你可是正经人 怎么了 啊 没没 没事 这么多礼物 你应该也收到不少吧 哎 你又不在 我哪有机会收到这些玩意儿啊 你要不是不知道 我直播间人气就那样 好搞笑呀 哎 你看这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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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呀 我一会儿还要出门呢 我怎么出门呀 对 对不起 一会儿穿我外套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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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毕业多少年了 怎么还几个刚起来 不管了 走吧 宋 宋老师好 这么大人了 怎么看着老师还紧张呢 好久我没回学校了 学校还是和以前一样呀 竟敢给我打岔 我看你是胆子大了 我错了 我错了 这还差不多 坐吧 坐这儿啊 好的 宋老师 这黑板猫真丑 你们班的同学会 开了那么多次 童年过节 也不见你回来看老师啊 我现在在外地工作 比较忙 所以就很久没回来 忙啊 忙点好啊 老师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这不是一回来就看你了吗 你该不会是在外地 交了女朋友 把老师都给忘了吧 怎么会 哪个学生会忘记我们宋老师呀 真的假的 当然 当年要是每个班有热搜榜 宋老师啊 一定是我们班热搜第一名 嗯 展开说说 其实大家都说 宋老师看起来年纪很小 像是同学朋友一样 完全不像其他老师 他们都很喜欢你呢 唉 我还以为你要说 虽然只是短暂的待课 但是呢 宋老师对我们的学习帮助非常大 解决了我很多学生的大难题 呃 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理由 骂后炮 一帮小屁孩 除了学习 什么都来劲 嘿嘿 呃 宋老师现在带的学生怎么样 工作还顺利吗 我一直带的是快班 压力是大了点 不过学生们还都很听话的 自从来到这个学校教书之后呢 我也就搬到这个城市来了 一个人住吗 那宋老师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 体力活全包 嗯 其实我也不是 呃 宋老师你不会结婚了吧 没有没有 我有个弟弟跟我住一起呢 呃 是那种弟弟吗 你说什么 想什么呢 是我亲弟弟了 哦 不过也不怪你 每次我跟别人这么说的时候 都会有人误会的 你弟弟为什么会跟你住一起啊 因为我爸妈呢 觉得我在这里工作不错 就想着我弟跟我生活 应该会比老家好 就让他搬过来跟我住了 啊 那他们是不是有点重男轻女啊 嗯 老一辈的思想 很难改变 不过 我弟虽然叛逆了点 对我还是很好的 你这是在干吗 啊 我我以为一时间又要上课了 在外地工作 压力挺大吧 人心啊 人心啊 你记什么笔记啊 那个蠢子 完了 孙老师肯定以为我是个老六 以后有时间多回回家 敬见老师和朋友 也可以多散散心 嗯 我还有事得去办公室一趟 我先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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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 连我都认不出来 哦 这不我梦哥吗 现在突然变这么漂亮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这还差不多 哎 你傻站着干嘛呀 过来坐 你离我这么远干嘛 怎么 对我有意见 不敢不敢 这么多年没见 你现在比小时候帅多了吗 哎 对了 我问你啊 我出国这么久了 你怎么都不联系我 哦 不好意思啊梦哥 太久没见 看到你太激动了 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没想到跟小时候一样嘛 怎么 我不是比小时候更帅了吗 至少不会把鼻涕擦在我的裤子上了 哎呀 梦哥 这黑历史就不要拿出来说了 哦 对了 我现在在一家咖啡店做甜点事 下次请你来吃啊 嗯 我记得你之前好像说你要帮你爸打理酒楼来着的呀 哎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 小时候管我眼影就算了 我现在都二十五了 他还是什么时候都要插手 简直就是一个控制狂 我才不要去他那里上班呢 你说 是不是 你毕竟是一个女孩子 你爸肯定会多操点心啊 那为人父母呢肯定是为孩子好的 这虽然这方法不太合适 但是你们这些做孩子能不能多上点心嘛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说话一套一套 我也二十五岁了 不是那个醒鼻涕的小孩子了 是不是 确实成熟不少 不过 虽然我还是不能接受我爸限制我 但是你说的也有道理 你这大道理从哪儿学来的 感觉像个已婚男似的 我连女朋友都没有 怎么可能呢 真的 我发誓真没有 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的约定 约定 对啊 小时候你说 如果我们长大了都没有对象的话 我们就结婚 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不过你现在这么漂亮还单身 我没谈过联爱 什么 我说我没谈过联爱 很奇怪吗 那 那咱们的约定还算数吗 我考虑一下 下次来店里吧 给你做甜点吃 我先走了 要不要让他做甜agne 有点赔 我不要让他做甜得 你再买面 这个方式 我再吃点马蜜 真的 真的 有点痕 我怕是 那你 那什么 我怕 我怕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朋友 男性 男性朋友 嗯 拜拜 记得给我好评哦 拜拜 这次又是哪个宝宝呀 什么宝宝呀 人家IDID叫宝宝 你倒是挺自觉啊 自助入住了这是 嗨 这都老夫老妻了 谁叫你不换密码的 哦 对了 这是我妈寄来的 说是给未来儿媳妇的 又被阿姨摧毁了 这事 不得负一半责任了 啊 说我 天天窝在家里面跟你打游戏 你还没跟他们说 你做职业赔完这事啊 这个职业 也就你能懂 你说跟他们说吧 那就是不务正业 尝尝 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 咯 嘿咯